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系在明日之星的节目中都已经介绍过了 不过你们今天代表的不是财务金融跟运动管理 是要来谈你们自己的玩社团的经验对不对 两位是大学生 你们是进入大学才开始玩社团的吗 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社团经验了呢?哪一位先呢? 我是因为国高中的时候就是体育班的学生 是 所以没有接触过社团 以前的就是大家的社团时间 然后我们都要去练习 是 然后所以之前就没有接触过社团 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过大学会玩社团 对就上大学之后就想真的去尝试看看嘛 大家都在玩 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就去试试看 的确 这个社团虽然没有学分但是都是必修的呀 对我到现在就觉得真的是要去试试要去绑部 没错 尝试新事物 正强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最喜欢的歌曲? 高中啊? 对你在学吉他的时候第一首曲子你学会的是哪一首? 我第一首是陈士安的天后 好我们现在先来听正强为我们演唱自弹自唱这首你第一首练习会的 学会的曲子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啊 终于找到借口 趁着醉一生心痛 表达我所有的首 你记不见我 沉默留在美式眼角 你说的太少我太多 都会让人更惶恐 谁人用谁放纵 谁一心让出自由 最后一定总是我 我 雙腳懸空 在你的哭熱情間游走 悲喜的太多 只瞧著接受 我嫉妒你的愛 其實不紅 想跟人情要出不下的天后 要的不是我 而是你就虛弱 永遠的在一線的突破初衷 我陷入茫不狂烈的寬容 成全了你挽住 寵愛的天后 當愛只剩有我 只剩彼此忍受 還在互相折磨 因為我們都有錯 謝謝 棒棒棒棒棒棒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請十月來談談 你說剛進入大學的時候 你選擇加入的是比較靜派的 清善大使還維持兩年對不對 那後來你還成了冰壺社 而且是創社社長對不對 沒錯 為什麼會想要自己再創一個社呢 冰壺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運動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接觸到這個運動的 我是從高三畢業的時候 第一次接觸冰壺 為我們介紹一下吧 冰壺這個運動很特別 冰壺它是冬季奧運的比賽項目 然後它是在冰上面玩 所以它其實蠻受場地限制的 但是我們會用地板的冰壺 來代替這個場地限制的問題 然後我就有發現說 地板冰壺這個東西其實很適合各年營成 從小朋友到老人身心障礙者 做輪移其實都可以玩 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適合做活動 就是推動活動跟一些推廣的 那像比方講我們運動細胞很弱的 這種飼料機的也可以嗎 當然可以 這個真的是很適合各種 老校嫌疑男女老校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比起運動比較像是一種遊戲 休閒活動 我們可以這樣講 沒錯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是讀運動管理系 然後我就覺得說 剛好結合你的專業 剛好可以做結合 然後我就去試試看 原本我是想說 我是想要當社長 但是 我在想是我要接的是 新山大使社長 還是我自己去 創造一個社長 自己去創造一個社長 那 我後來就選擇自己創社長 創一個社團 一定他的挑戰會比較大 對不對 是不是也可以我們談談這個過程 這其實真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 算是一個理想法 從完全不會 完全沒有接觸工作人 到去創設 然後擋設 從一些很多 很多紙本作業要做 然後 就是不會的 就一直問老師 一直問老師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熱忱 熱忱 就是如果沒有熱忱 真的什麼都 根本就不用說了 是 完全是靠熱忱來做 然後 滿喜歡這個東西 所以我才允許做 是 我跟你講接下來 就要請兩位談一談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網紅 直播當爆對不對 很多年輕人也都很嚮往 要成為網紅YouTuber 好啦我們發現 這麼多年輕人都多才多 你也要追求自我實現 所以也請兩位社長 給大一的學弟妹們 因為現在剛開學 很多的大一新生 進到學校來 怎麼樣選出適合自己的社團 那麼加入社團 要保持什麼樣的態度 經營自己 讓大學生活更精彩呢 我覺得大學是 獨立跟自律的開始 對很多 我認為很多人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的時候 但是到了大學的時候 比較沒有人管的時候 就比較放鬆 對享受青春的時候 對 但我認為大學四年 就是最精華的時候 對很多事情最好奇 然後也是最有時間的時候 我覺得這時候才是最應該去 好好充實自己 好好去多學多看 算是 也不能說多模仿 就是多去認識一些新的事物 多去體驗 是 玩什麼社團的話 我覺得沒有最適合自己的社團 也沒有最 對也沒有什麼最好玩的 就是要真的是 自己去實際去嘗試 很多東西都是 自己給你價值 你覺得好玩就好玩 你在這個社團找到 歸屬感 找到裡面 你在裡面找到你的價值 然後認識新朋友 然後 這可能就是你 最適合你的社團 最好玩的社團 要勇敢去嘗試各種事物 對 然後不能被別人受限 對 然後也不要自己 也不要自我受限 很多東西 就是從大學才開始 正式開始 謝謝十月 而劍翔呢 我會建議大學生 因為其實大學生這個年紀 算是人生中 就是最後一個 你犯錯 就是你不會死得很慘的一個年紀 最後時光 所以大家就是 我會鼓勵年輕人 就好好的把握 對 那像現在很多人都會去 可能會去打工 都會覺得說 大學生我 學校看起來很無聊 那我該就去打工賺錢好了 但是我 我會 不希望 看到這樣的情話 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學生時期 就先好好當學生 對 你如果要打工 那你可以假日打工 平日的話 可以好好當學生 對 那人家可以過好大學生活 那我覺得參加社團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找不到社團的話 很簡單可以 就都參加看看 知道看自己的興趣到底是在哪裡 也可以當做學個才藝 之類的 因為其實社團 都是可以增加自己的人際關係 然後增加自己的一些 自我認同的一些東西 對 所以 你可以就單純抱著玩玩的心 當然可能就是 玩玩的大學生活 對 但是如果你是抱持著 一個可以提升自己 然後 拓展自己眼界的 一個想法的話 那其實你的大學生活 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對 最後我就想要 帶來一首歌 來鼓勵現在我在收聽的大家 這首歌是來自廖文強的自卑 對 因為這個時代的年輕人 很常會對自己感到沒有自信 就沒辦法接受自己的外表 沒辦法接受自己的聲音 甚至沒辦法接受自己 前天上的一些限制 對 但是其實只要相信自己 喜歡自己之後 你就可以活得很自在 對 那這首歌就送給大家 廖文強的自卑 好喔 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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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 怕你說的不夠好 所以不甘人是新朋友 怕會抽太白出 所以真敢一個人心動 藍臉最單純的公懷 就像是刻意的諷刺 諷刺你最不堪的真實 諷刺你最害怕的樣子 你可以輸給任何人 沒有人非贏不可 所以擁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你該勇敢放手一搏 該轟轟烈烈一場 而不是被無謂的孤寂困 對誰都可以聽懂 看別人被 你的自卑感左右 把錯的不夠好 所以就不敢做 把說的不懂人說 所以描述什麼 怕會被人拋棄 所以不輕易跪遠靠近 怕會看到結局 所以在開始間封閉自己 我愛連最單純的公懷 就像是刻意的諷刺 諷刺你最不堪的真實 諷刺你最害怕的樣子 你可以輸給任何人 沒有人非贏不可 所以擁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你該勇敢放手一搏 該轟轟烈烈一場 而不是被無謂的孤寂困 而不是被無謂的孤寂困 有誰都可以聽懂 別人被 你的自卑感左右 如果什麼都還沒 只就先放起了的話 你覺得 有點太可惜了嗎 請吧